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有什么武士道精神 在他们看来 活着比什么都重要 所以这支部队打仗时非常消极 上到长官下到视频 总会找各种理由逃避战争 比如说在1939年的诺门坎战役中 大阪第四师团和第二师团同时接到增援前线的命令 第二师团接到命令后火速行军 只用了四天就奔赴战场 投入到了战斗中 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大阪第四师团 在接到命令后 兵营里似乎突然发生了瘟疫一般 大量的士兵突然全都病倒了 纷纷要求驻守营地 后来在上级的不断施压下 大阪第四师团才不情愿地磨磨蹭蹭地开赴前线 不过一路上也是各种消极代工 走走停停消磨时间 而且日军高层还无法指责他们 谁让人家都生着病呢 同样的路程 第二师团四天就到了 大阪第四师团却足足走了八天 有趣的是 在他们到达战场的前一天 前线战争就结束了 得知这一消息后 大阪第四师团各个像是打了鸡血一样 并也全好了 各个熬熬叫着冲到了战场 后来撤离时 第四师团各个精神饱满 连个伤员都没有 反观第二师团基本上都被打残了 各个挂财 除了消极代工之外 大阪第四师团还干过更奇葩的事情 在1938年的徐州会战中 李宗人指挥四十万大军跳出了底 人的重重包围 经过连续数日的分布 中国军队早已疲惫不堪 重型武器也都丢完了 刚杀出重围 还没来得及休整 疲惫不堪的我军士兵发现 在他们前面不远的公路上 驻扎着一支精锐的日本军队 其实这个时候 这批鬼子更害怕 因为他们正是奉命前来支援的大阪第四师团 他们和平时一样 想在这里偷惠了 没想到突然冒出这么多国民党 以为自己被包围了呢 个个吓得不轻 不过当他们发现这些国民党并没有消灭他们打算的时候 也放下了心来 干脆装作没看见 根本就没有阻拦的意思 为了让国民党相信他们没有恶意 这些鬼子竟然支起了锅 做起了饭来 国民党部队起初也不信这些鬼子没恶意 但追兵马上就到 只能硬着头皮从鬼子身边走了过去 和他们擦肩而过 这或许是中国军队和日本军队唯一的一次和谐相处吧 后来追上来的日军气急败 坏的责问他们为什么不阻拦 大阪第四师团的长官居然理直气壮的回答 没有接到拦截命令 没接到拦截命令 一句话差点把其他日军气死 难不成让你们来增援 就是为了跑到这里来野吹的吗 要不是当时鬼子兵力不够 小兵估计第四师团早就被自己人给灭了 后来鬼子投降后 大阪第四师团非常配合 回国时也是各个眉飞四五 精神非常不错 和其他丢了魂一样的日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后来二战期间日军很多王牌部队的番号都被撤销了 而这个奇葩的大阪第四师团竟然保留了下来 一直到现在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